欢迎收看凯破中章新闻 引引中科商权发展 居住需求大幅增加 台中市政府在2021年开工 新建西屯国安一企好宅 规划500户 而二三企的好宅也将开工新建 并首度实施创业房型 协助青少年创业 在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主持下 西屯国安二三企好宅动土了 总共要新建780户 并且首度实施创业房型 协助青年创业 市长卢秀燕表示 今日动工后加上新办中的设宅 总计达7368户 持续朝一万户目标买进 我们一共会达到一万户 中央拜托我们改6500户 东北就接711号 然后我们再加4500户 所以到我卸任的时候 台中市至少会有10231户 会超过1万户 市府表示 西屯是全台中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区 因应中科商圈发展 居住需求大幅增加 为了满足在地青年居住需求 西屯国安一企好宅规划500户 预计今年底完工招租 国安二三企预计2029年完工 那整体的规划计是以 长在树林里森林里面的社宅为主 然后我们还是包含有相关的社服设施 相关的一户型 二户型 三方型的房型 总共780户 然后后续的部分的话 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一起之后 二三起的话 再118年会第五次完工 那这样整个西屯地区的社会豪宅 将会达到1805户 西屯区的人口是有23万5千多人 那当然KSI这边 它还是有它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 来到我们西屯区 那能够来这边安居乐业 国安好宅 位于台中科技产业走廊 临近东海大学 冯甲大学等学区 生活便利 公共服务机能完善 另外规划多元化的公共空间 其中低楼层的店铺 可作为幼儿园 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共享厨房 五大教室等等 完工后 可以成为社区与附近住民 共同分享与研习的场所 记者陈阳远采访报道 孟元慈济宫依照团统科仪 举行圣母谈开工动土典礼 多位名义代表也到场共同见证 历史性的一刻 后续五大教坛也将陆续开工 目的就是为了迎接年底的百年大教 风元慈济宫办理圣母谈开工动土典礼 依序着传统科医仪式 现场气氛庄严又隆重 多位名代也到场 一同共襄盛举 我们今天很高兴 因为慈济宫阿祖庙是我们所有 风元人的信仰东西 今天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 圣母谈的太空典礼 非常的高兴 那这里象征我们今年整个建教活动 大学的活动正式开始 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在我们主委 还有庙方人员 圣母谈动土后 其他五座教坛也将陆续开工 目的为了迎接年底的清教大典 主委表示 圣母谈动土后 其他五座教坛也将陆续开工 目的为了迎接年底的清教大典 这是风元地区重要的宗教活动 欢迎民众年底 一起来参与这场文化的饗宴 记者陈星辰采访报道 跑步这项运动未为风潮 今年彰化县就有六场大型的 马拉松赛事即将登场 17号上午 彰化县政府正式启动 大家期待已久的 2024彰化县马拉松加年华 有知名的田中马拉松 热水刨水马拉松等 六场马拉松赛事 接力开跑 这些赛事最快在9月底举办 目前都已经陆续开放报名 2024彰化县马拉松加年华 正式启动 彰化县政府今年总共规划了 六大厂的马拉松赛事 彰化县长文汇梅表示 超高气爽的天气 最适合在户外进行跑步活动 县府从9月29号开始 最先登场的是由同济会举办的亲子巴勒工艺路跑 接下来还有园林诗子碑 田中马拉松 以及鹿港马拉松等六场赛事 那这六个厂各有各的特色 有的是产业的 那有的是让你看古迹 有的就是让你做工艺 有的是让你亲子一起来的 所以呢在这边还有一个共同的通点 就是彰化人很热情 来这边路跑 你都会收到我们中华人的这个欢迎 为了迎接这六场赛事 县政府也规划了相当多的公共旅游行程 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好山 好水 好人情的彰化 一起来感受彰化的好与美 记者张锡亮 采访报导 全台湾最大的地方创生为电影竞赛 青春环香 在台中市政府举办竞赛针见说明会 鼓励大台中的年轻人和学生踊跃参赛 许多在地企业也都到场支持赞助 主办单位表示 报名者需要先提交企划书 入选后再拍摄影片 即可获得5000元的奖励金 首奖更是高达新台币10万元 为了鼓励到台中的年轻人和学生 记录家乡的美好 在台中市政府举办竞赛针见说明会 这项竞赛在过去两年 拍出47部地方创生为电影 获得广大回向 也让台中的影像人才有发挥的舞台 这样一个地方创生为电影的竞赛 能够让这样一个能量的呈现给 包括我们北北基陶 以及新竹台中六线市以外 乃至全国的好朋友 也很感谢给我们台中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这些地方创生 有志从事于这个影视创作 等等之类的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结合 那么也跟其他县市 来做这样的交流 为电影竞赛鼓励大家发挥创意 拍出台中的地方故事 就有机会获得最高荣誉的 十万元奖金 另外优选奖以及校园新秀奖 也可以获得5000元奖金 我们官网有一个范例本 就是你在审查的过程中 你要怎么样比较容易通过审查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本身 我们其实想要激发很基层 特别是很年轻的创意活力 去年很惊人的是得大奖的 有高中生的团队 然后我们还有特别校园新秀奖 所以高中生的团队表现不俗 第一次拍摄的时候 我们还有老师 我们还有工作坊的业师 全程指导他拍摄 中途还会跟他看 跟他讲解说 你要怎么样拍摄 比较容易获奖 不管是不是影视专业的 甚至高中生的同学 都获得了成长 竞赛征建开放报名制7月1日指 详细资讯可以上网搜寻关键字 青春还乡 欢迎各团队踊跃报名 让更多人看见台中的精彩 记者张欣乔才有报导 中华县青少年管协乐团 将前进奥地利 参加2024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 广告过后一起来了解 这个网页可以信任吗 别担心 凯破大宽屏 携手世界级自然品牌趋势科技 打造网路守护家 四大功能 全管理全防护 降低网路诈骗风险 全新上市 现实优惠 顺办决定方案 还想免费体验 凯破大宽屏 你的守护家 现在收看的是凯破庄庄新闻 昭华县青少年管协乐团 7月4号到13号 将前进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 首度参加2024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将台湾民谣组曲带到国际舞台 除了到维也纳街头快闪表演之外 也将到最高荣耀的金色大厅演出 下个月3号就要在奥地利维也纳演出的张华县青少年管协乐团 带来好听的乐曲 乐团指挥表示 这次和团员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奏 是很难得的机会 借由这次的机会 将大家熟悉的台湾民谣带到维也纳 带团到维也纳的黄金厅去演奏 然后这次机会很难得 然后我想说借这个机会 帮我们一些大家熟悉的台湾的民谣带到维也纳去 那我们会演出李佳英老师所编曲的台湾民谣组曲 那希望在维也纳的时候 可以让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都能听到台湾的声音 我们期待让我们青少年管协乐团 能够呢也跟国际接轨 透过这样的部分到国际上面去学习 也把台湾的一个组曲的声音也带出去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所有师长们 以及我们所有家长们的一个支持 那当然我们学生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谊 这真的都是他们非常用心 乐团成员也说可以出国表演感觉很开心 大家都做了很充分的练习 要让国际看见彰化 我今天读彰化艺术高中高一 然后学七年了 然后这一次的感想就是 每次的练习就是很充实 然后也谢谢县长能够给我们这次机会 然后到维也纳去表演 然后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开心 彰化县长王惠梅指出 为了减轻团员的负担 彰化县政府特别补助200多万元的团费 团员除了到维也纳最高荣耀的金色大厅演出之外 还将接受音乐学院的大师班指导 同时主办单位 更安排团员做街头音乐快闪 把台湾的民谣组曲带出去 记者张鞋亮采访报导 长华县政府目前正在陆港举办 2024小镇光影艺术节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暑假 县府加码在7月7号 举办实境解明游戏行动密码陆港 让游客在白天上游陆港的同时 也能透过实境解明游戏 更深入认识陆港 接着在录业之后 欣赏陆港小镇的光影艺术 陆港举办2024小镇光影艺术节 白天可以在陆港逛古机吃美食 晚上还有美丽的灯影可以欣赏 这个暑假增化县政府城关处 更推出了行动密码 陆港实境解明游戏 这个期间刚好适逢暑假 所以我们特别在暑假期间 7月7号推出了我们的 一个实境解明游戏 那这次实境解明就是在陆港 所以我们以行动密码陆港作为标题 那希望大家呢白天来陆港来玩解明 那游景点晚上再来欣赏小镇光影艺术节的一个活动 实境解明游戏从6月19号开始受理报名 限量500名 负累吸引民众前来参加 这500位民众还可以拿到角落小伙伴的蓝色蜥蜴灯球 如果完成解明之后呢 我们会获得一个解明的一个奖品 那另外还会提供肉包还有饮料 让大家来享用 那另外呢要特别提的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提供了 1500个角落小生物的蓝色蜥蜴 那我们会有500个保留给参加实境解明的好朋友 彰化新政府陈关处表示 2024小镇光影艺术节展期至8月4号 欢迎大家来陆港玩解明游戏 寻找角落小伙伴 踏上暑期限定的温馨梦幻旅程 详细旅游资讯都可以上彰化新政府的网站来查询 记者张喜亮采访报道 丰元宫老平山区有一处无人机飞行俱乐部 拥有12公顷的腹地和广阔的空域 还有多种样貌地形 很适合训练操控无人机 也吸引了工研院台中市消防局 前往安排训练课程 坐落在丰元宫老平的无人机飞行俱乐部 拥有12公顷 腹地和空域大 更有台地、山坡以及河道等地形 是一处训练操控无人机的绝佳场地 也是消防局训练使用无人机进行救灾救难的好场域 一些像工研院、消防队、警察甚至是军方 都可以在这边做很专业的培训 然后像还有一些工程单位 桥梁巡检台电跟水利的相关的一些单位 也可以在这边做培训 我们这支无人机的训练 主要选择这个场地 主要是因为这支是主要针对山域救援的一个计划的部分 然后无人机的考照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场地也比较开阔可以避免一些障碍物 可能飞机不小心训练的时候 不小心失控可能会碰撞 造成的损害也会比较轻微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在这里办理这个无人机训练这样 国内法规对于无人机飞行限制多 而且对于无人机证照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往往要申请空拍又无从下手 许多飞行玩家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触犯法令而吃上罚单 俱乐部有鉴于此 也提供相关咨询以及协助考取证照等服务 我们现在法规非常的严谨严格 所以它的执照等级是很多的 那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场域 我们独立的申请一个将近20公顷的封闭的安全空域 全年365天全部被我们申请下来 它可以尽情在这里合法的飞行跟练习 无人机的运用相当广泛 除了在治安打击犯罪和防治 地震、火灾和台风灾情也可以回传现场及时影像 另外在水利工程与农产业发展也都可以加以运用 俱乐部期待能够有更多人可以一起加入飞行的行列 记者蔡瑞源、罗欣如采访报导 今天的宝岛台湾话单元要来教大家认识台语 透过镜头一起来学习 欢迎大家认识台湾话 欢迎大家认识台湾话 今天一个意书是清婚 清婚的意书是 够狗 怕自己吃火 我们来看累穀 今天人不能想到清婚 接下来是这相机 路水平平平平平 Les每个人都在家 意思是 两个 Casa最重 其谁也没chap bambing 培英国小汉和美政農会合作 带领孩子到牧场体验 喂羊吃草犯集奶的乐趣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怎么办才划算 凯破在欢评 娱乐满屋2.0再升级 宽屏上网只要999起 多项精选3C好里 0元任选带回家 还能价价升级Switch等好里 快播0809-009-658 凯博大宽屏 你的娱乐行家 欢迎继续收看凯博庄章新闻 极端气候造成农业缺水问题 日益严重 所以是今年八卦山区的荔枝 欠收的原因之一 为此台中区农业改良所 经过5年的试验研究 利用微喷管线灌溉系统 解决荔枝因为缺水导致的 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的状况 因为吹水的原因 今年荔枝的产量和品质 都没有往年好 不过这区荔枝园的荔枝 却长得特别好 火农表示 水分若控制得好 荔枝的产量和品质 就会很稳定 台中农改强指出 极端气候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荔枝的开花期 若是遇到高温干燥 就不容易结果 甚至不会开花 经过5年的试验 农民运用微喷管 炉灌溉系统 可以大大改善这个问题 过去的春雨 梅雨 还有台风雨 那其实都变得不稳定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对荔枝的一个产量 还有品质 都有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也就是促成我们这次 想要办这个观摩会的一个 一个动机 那在早春的时候 如果长期的干燥 那早春没有雨水的时候 有可能会延迟它的花芽 那个花碎抽出来的时间 那如果延迟抽出来 变成它抽花的时候 变得太热 就会逆分化变成叶芽 所以如果早春的时候 可以帮它补点水 协助它一点 给它一点水分活过来 活化一下 抽出那个花絮之后 它在低温的情况下 花絮可以抽的正常 那如果这情形正常 它后面就比较可以稳定的生产了 过去水源充足的时候 农民用水灌溉都很大方 现在水源不足 就要想办法节省水源来灌溉 为此农改厂和农会 也协调农天水利署来补助经费 鼓励农民装设微喷管路灌溉系统 藉由这个智慧化的管理 以及灌溉的形式 那达到节省水量 还有那个储蓄 灌溉用水 然后在焊息的时候 可以运用使用这样子 而这个滴灌系统呢 将在我们的荔枝 需要水源的时候 它会自动洒水喷水 然后让我们的荔枝 受到它充分的水足 让我们的荔枝 有足够的生长的环境 因为我们山区水源 比较不足 所以让改良厂 特别研发的这个系统 保护了我们荔枝的农民 而且这个系统 不只荔枝源可以使用而已 相当多 农改墙这套灌溉系统 除了可以运用在荔枝 及农眼的种植上 像是咖啡 柑橘类等果树 也都可以使用 未来期待透过智慧农业 来稳定产量与品质 记者张喜亮采访报导 极端气候 让传统农业面临考验 取而代之的是 设施农业 也就是温室栽培 逐渐兴起 今年只有24岁的 青农张君杰 在分源农会的福岛之下 不仅搭设强固型温室 更利用智慧农业科技 装出一颗要价上千元的哈密瓜 这片温室里 栽种的是高经济价值的 卡蜜拉哈密瓜 农场负责人 是今年才24岁的 青农张君杰 虽然家里本来就在务农 不过传统农业都是要看天吃饭 在农会的辅导下 盖了强固型温室 加上智慧农业设施 让张君杰种出来的哈密瓜 特别美味香甜 我们的青农越来越少 我们政府也积极跟农会 在辅导我们的青农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农业 不会一直有断层 然后我们的阿姐呢 也很君杰啦 君杰也很努力的在 做我们哈密瓜这一块 因为他爸爸也是属于农业 都在种一些 那个蔬菜的一些栽培的苗 一个那个蔬菜苗的部分 所以他对农业这块 也从小看到很多的部分 有相当的兴趣 然后跟他爸爸讨论的结果 就是说来种这个卡密拉哈密瓜 由于农村人力欠缺 这片三分地的温室 是运用农业科技来管理 再加上全自动控制滴管系统 一个人就能照顾这些哈密瓜 你把它从一个从无到有 然后种到很完美 这样就很有成就感这种感觉 然后会选择种这个卡密拉 这种卡密瓜这种水果 是因为爸爸本身 他也喜欢吃这种爽款 这是爽口的水果这样 在台湾大家都比较偏向喜欢吃这种 清脆的口感的像类似什么西瓜 就想说爸爸就跟我讨论说 这种水果蛮有未来性的 他就说叫我建议我来尝试看看这样 木农很辛苦也会碰到困难 不过青龙张军杰很勇敢去尝试 如今稍微有一点心得 张军杰表示 仍然不敢放松要不断学习 继续朝着成功之路迈进 记者张鞋亮采访报导 台湾凤梨水梨陆续进入产季 为了推广优质的国产水果 农粮所辅导东市区农会 结合超市超商台中市热活观光产业联盟协会 以及全台湾24间饭店餐饮业者 推动多元的通路行销 各种的凤梨水梨料理上菜 饭店主厨们以好手艺 让当季水果入菜 呈现不一样的夏日盛宴 也可以让旅客以味蕾 为旅途留下美好的记忆 这一道是焦糖凤梨派 那在我们中科7到8月的时候 欢迎大家到我们中科大饭店 喝下午茶喝咖啡 然后享用我们焦糖凤梨派 那焦糖凤梨派我们师傅的话 是利用两次的烤法 第一次先把家皮烤好 第二次再把凤梨铺上去 再做第二次的烤皮这样子 我们用腌制的方式 每一家用 我们是自家用infusion的方式 像我们会跟桂花那样去做一个infusion 去把它做腌制的概念 然后把它的香味提出来 水梨的风味提出来 那菜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用粉红酒 把它的香味提出来 台湾凤梨水梨陆续进入产季 为了推广优质国产水果 农粮署辅导东市区农会 结合超市超商 台中市乐国观光产业联盟协会 以及全台24家餐饮饭店业者 推动凤梨水梨多元通路行销 也将水果节切与加工成方便包 让民众可以随时夹追购 吃了之后呢 水又翁了 因为水梨嘛 又水然后又旺 所以这两种水果 我们入菜一起吃 包准大家吃的又水又旺 我们从去年开始一直要求 这一个东市区农会 应该要去设立 这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裁切厂 我们也叫节切加工厂 那也很感谢东市区农会很努力 也取得ISO 也取得HACCP 也取得产销里利的一个验证 任何事情离开不了ESG 我们的碳排要怎么做 在我们的当地 切好我们的锅皮 就能够再做肥料 再使用再利用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农粮署将持续辅导 并媒合多样化的通路 开发多元产品 帮助农民 为台湾的优质农产 开创更好的经济价值 记者陈阳源采访报道 河美农会和培英国小合作 办理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 带领学生参访 河美在地的落农产业 14号上午前往嘉义牧场参访 让孩子喂羊吃草 亲自体验挤羊乳的乐趣 最后也安排制作羊乳相关的甜点 实践食农教育的精神 河美农会再度和培英国小合作 办理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 继上次到温室栽小黄瓜之后 这次要带孩子认识落农产业 14号上午安排到 河美嘉义牧场参访 山羊又分有萨里的 羊汁全部一直都是白色的 小朋友让我们青农老师 黄力军来教导他们 比如乳羊的品种 然后一连串的农师活动 比如喂羊及羊奶 让我们小朋友来体验 那到餐桌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羊奶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除了可以直接饮用以外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 那我们也请到我们烹饪老师 施老师来教大家 养到我们小朋友最爱的点心 羊奶蛋糕 羊奶蛋塔 这个是他们最喜欢的小点心 然后透过我们轻盈共学 我们也请到我们长者 来跟我们小朋友互动 让我们孩子们了解我们家乡的 落农产业 然后知道什么跟长辈相处沟通 那希望这样的食农教育呢 可以带给小朋友们不同的体验 除了让孩子认识羊的品种 也安排喂牧草还有挤羊卢等活动 让所有市长小孩为之疯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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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开始啰 来 张又婷 张又婷 哎一半了 张又婷 加油 那个可以叫说骨口压住 骨力压住 拉下来就已经有了 会很害怕吗 会 谢彦如总干事指出 这次的活动完美串联 农事 四建和家政三个部门 由青农带领孩子认识糯农产业 再由家政妈妈协助制作甜点 绿罩长辈也一起加入甜点制作的行列 横跨老中青三代 共同落实食农教育的精神 记者叶芳瑜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带你来关心中台湾一周气象 我是李冠珍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怎么办才划算 凯博大宽评娱乐满屋2.0再升级 宽评上网只要999起 多项精选3C好里 0元任选带回家 还能加价升级Switch等好里 快播 0809 009 658 凯博大宽评你的娱乐行家 感谢您的观看